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讲一个新婚之夜最刺激的故事 男主亚雷克斯的家族是个超级神秘的富豪家族 亚雷克斯和女主格雷斯经历了18个月的恋爱 从小是孤儿的女主吃定男主了 准备嫁入豪门 在婚礼仪式上 整个家族一脸严肃 简直和葬礼一样 一个个都像见鬼了吗 晚上正当女主要上男主 啪啪啪洞房 鬼一样的姑姑出现了 提醒午夜时分的游戏 午夜时分 作为组长的爸爸讲述了传统的来历 曾爷爷是个航海水手 帮勒贝尔先生解开了神秘盒子的秘密 赢得了游戏 在勒贝尔的先生帮助下 家族富可敌国 每个新的家族成员都要放一张空白扑克牌 在神秘的盒子里 有勒贝尔先生选择游戏 女主打开牌 捉迷藏 全家人都惊呆了 规则是数到100 监控关掉 女主随便躲 躲到天亮就是女主赢了 整个城堡开始封锁 爸爸给每个人分发武器 有枪 斧头 弩 手枪 弓箭 什么都有 一场猎杀开始了 男主找到女主 拉进了一个房间 以为抽到这个游戏的概率很低 没想到重能 女佣来找男主 表姐一枪误杀了女佣 还以为她是新娘 女主意识到 卷入了荒诞的献祭仪式 传说不杀女主 整个家族 所有人都会死 男主去监控室 帮女主开门 让女主快跑 在走廊 磕药的长发姐 一阵猛射女主 全打偏了 这家族应该特训射击啊 真是杀雕 女主在房间遇到了 丹尼尔 丹尼尔讨厌这个游戏 给女主神秒快跑 家族的人商量 长发姐不小心扣动弓弦 射杀了一个女佣 姑姑发飙了 拿着斧头砍尸体 天亮之前必须杀新娘 女主在墙上发现了 一把猎枪和子弹待遇 彪悍的女主 准备为了生辰而战 干他娘的 男主打开了监控和警锁的门 厨房里 女主遇到了管家 结果枪的子弹是装饰品 真是超瞪啊 只能给管家一虎女主迅速逃离 躲在送菜升降机里的女佣 大叫女主在这儿 女佣慌忙中按向升降机想跑 结果身体卡在升降机 领了便当 女主的运气 简直是有如神助 女主站在窗外 听到了对话 男主被绑在了床上 当年姑姑的老公 也抽到了那张牌 最后姑姑亲自杀了老公 男主五岁就见到了 勒贝尔先生 只有杀了妻子 才会成为家族的继承人 否则大家都要完蛋 女主跳窗逃离 逃到了牲口屋里 一个孩子出现拔枪射击 女主的手掌被射穿 生气的女主一拳打晕了她 又被一头羊吓到 女主掉进牲口的尸体洞 里面甚至有一具人骨 想爬出去 洞口梯子掉了下去 女主用手掌扎钉子固定 才逃脱了尸体洞 这就是新婚之夜 真他妈的臭蛋 女主逃离 有人射了一箭 当然不中 太远了 生死罐头 女主神勇地斑断 一根腐绣的铁蓝 不顾漂亮的后背划伤 钻出去大喊救命 可惜路过的车 瘦得飞驰而去 骂女主是个疯女人 管家找到森林里的女主 扑了上去 女主抓了她脸 又用裙带泪晕了 这管家大概平时缺乏锻炼吧 女主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女主开车逃离 用紧急呼叫报警 发现车被盗 汽车被锁住 动不了了 管家到场 一枪马晕了女主 管家很开心 向组织汇报 我搞定了 快到后门了 甚至放弃了音乐庆祝 搞定你老母啊 女主给了她两脚 车翻了 女主爬了出来 丹尼尔拿枪出现 勒贝尔先生需要回报 需要下一任组长最心爱的人 二人拖走了女主 仪式开始 每个人喝下了四盐之水 突然每个人开始呕吐中毒了 丹尼尔下了毒 放走了女主 半路丹尼尔的妻子举枪 你不顾我们的死活 拼的一枪 丹尼尔被射伤倒地 我靠 这准心太差了 射杀了自己老公啊 女主冲上去夺了枪 打晕了这臭婆娘 没杀她是因为没子弹了 组长出现 被女主一瓶砸晕 女主随手一扔 引起了火灾 婆婆出现 射出一箭又没中 婆婆冲过来掐住女主 女主用头来反击 又拿起神秘的盒子 砸死了这个婆婆 你全家都去死吧 男主出来发现丹尼尔死了 妈妈又被妻子砸了个稀巴烂 事已至此 女主道歉也没用了 两个人不能回到了原来 男主摸着女主的脸 一把掐住女主 要她拿命仓还 女主被按在桌子上进行仪式 男主一刀刺下去 女主用嘴巴咬了旁边的人的手 这一刀刺偏了女主拔出身体的匕首 指向所有人 姑姑拉开窗帘 天亮了 吓死了 求勒贝尔先生原谅 大家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一切都是荒诞的传说吗 姑姑坚持要杀女主 突然爆僵了 音乐响起 家族所有的人都血爆了 女主开心了 扔出了戒指 男主也血爆了 勒贝尔先生一笑而过 整个城堡毁于大火 女主一身血浆 一个人离开 豪门的秘密都他妈的见鬼去吧 女主一个人在门口抽烟 嫁入了豪门 成为勒贝尔先生的继承人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